另外看到是2015年的元旦 摇滾天團五月天 是在高雄氣爆災區的 起始點二勝凱旋路口 封街舉辦公演唱會 為了擔心打擾到災民 因此到了晚上八點就準時結束 他更在臉書上提醒大家 不要喧嘩 而且垃圾一定要帶走 開唱到一半阿信更走下台 和災民互動 場面相當溫馨 2015年的第一天 摇滾天團五月天 在氣爆的騎士店 高雄二勝凱旋路口封街 舉辦公演演唱會 舞台全都氣上了黑色 要向罹難的救難英雄致敬 而在最前端也寫上了LOVE 代表撫慰災民的心 阿信還走下了舞台和災民互動 氣氛相當感人 這次公演演唱會 希望能盡量不要打擾到災民 時間從下午4點到8點就結束 主唱阿信更在臉書提醒歌迷 舞台周邊是為李明和商者保留的位置 這場演唱沒有夜間彩排 當天一點以後才可以進場 而開眼前不喧嘩 不打擾住戶 也要保持齊樓的暢通 也要求歌迷記得把垃圾帶走 以及盡量搭乘接駁大宗運輸工具到場 實在是想得非常周到 重新回到這個地方 相信大家 大家 都感受到 陸平了 心溫暖了 大家 最重要的你們 都很愛樂 晚安 整場的演唱會 估計湧入十萬人次 共為演唱會 除了天團五月天以外 也號召了旗下藝人 以及在地出生的黃小虎開唱 演出費用有五月天負擔 而每位參與的音樂人 都是異物演出 記者綜合報導